主席立彥同仁以及我們交通部葉正次等有關的官員 大家早,主席可不可以請葉正次 市長見 市長早 向請教一下,目前我們媒體經常的報導 不光是鐵路啦 像鐵路局經常發生這個火車的駕駛員 前一陣子說身體不適高血壓 然後勉強的就把車子開好了以後 然後造成乘客的一個虛筋 當然我剛剛也講不只鐵路局 很多公路方面的等等 都是有這些問題存在 那我不曉得說這些主管機關 有沒有去正視這些駕駛員 會不會過度疲勞啊 或者說本身就有什麼身體的這個一個 心上血管的疾病啊等等 就針對他們這個體能還有身體狀況 這是影響到這個整個乘客的安全的移力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一個預防的措施 有沒有做一個正面的檢討 是謝謝我 我們那個鐵路局事實上對駕駛本來就有例行的那個體檢 那我們可以檢討說現在是一年一次的體檢呢 是不是頻率在這個加強 譬如說半年一次或什麼 但我想在這邊也澄清一下 就是說那個媒體的報導 關於台鐵那個駕駛那個事情呢 是把那個後面的後果呢 稍微過度誇大了一下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火車都有一個安全機制的設計 那事實上呢 在如果那種嚴重的情況下 那個駕駛員昏瘸或怎麼樣的話 5秒之後吧 4秒之後呢 那個火車會自己停下來 所以那個暴衝那個是一個媒體擴大報導的 這個就是說誇大的報導 那個鐵路有這種的預防措施那是很好 那問題公路的部分那麻煩大了 開個公車結果上面坐幾十個人 所以公車的部分我們是不是請那個 我們陸政司副市長來說明是怎麼做 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原則上公路 我們現行在公路總局各監理機關 對於職業汽車駕駛人大概60歲以上 大概他會有一個比較嚴格的一個體格檢查 但是剛才委員提到最近因為一連串 有這樣的一個駕駛的行為影響到這個 行車的安全 所以公路總局正在眼裡對於40歲以上的職業汽車駕駛人 他的體格檢查也能夠進一步的來來加強 那目前他已經跟所謂的這個 醫療的專業的這個醫師公會 他們已經做過一些討論了 那最近大概會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法案 那另外公時的部分我們也做了一些檢討 我想這個部分攜關民眾的權益 那讓乘客做得安心 然後讓這些公車的業者也能夠很放心 我們主管機關責務旁貸的 要如何擬定一個更好的有效的辦法 來遏止這些不幸的事件發生 那麼基本上我們主管機關 該做的我們做到了 那業者更應該依照你們的規定來辦理 那保障民眾的乘客的安全 我想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我想請教甚至 那鐵路局在88年起的時候 那鐵路沿線兩側的電纜管溝 50%空間的25年座駕 而轉投資了這個亞太電信 那以80億來投資 這幾年到了96年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民進黨在執政吧 變成虧損了40億 那經過亞太電信的減之後 鐵路局在96年度就認虧了這個40億 目前等於是轉投資的金額為40億 持股的比例是這個12.18% 那我想請問局長 亞太電信目前為止 財務狀況是如何 有沒有透明化 或者說 以股票公開發行作業的進度如何 這些部分我想也是應該 來給社會大眾了解 那麼你們鐵路的部分 以現況好像感覺到現在是 這個亞太在第9項裡面已經有賺錢了 那對於亞太的部分 你鐵路局有沒有信心 謝謝那個學員的關心 亞太電信目前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整個股票已經公開發行了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它的資訊透明化 讓過去的一些弊端呢 能夠把它完全避免掉 是第一點報告 那第二個就是它到二月份為止 它的資產是266億 負債是82億 那業主潛意是184億 是正數 剛才市長在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那 那 截至這個二月份為止 它的稅前盈余還有差不多5.27億 那在客戶的部分呢 現在也逐漸 它有很好的行銷策略 客戶的這個負數啊 已經突破200萬 已經接近240萬 所以整個的這一個 它的業務來講呢 不管是在這個這個 整個的財務面呢 還有它的音樂面呢 都已經 每天可以說每天都在進步了 我們台鐵基本上對它是 還是持非常正面樂觀的這個態度 就是台鐵對亞太電信還深居信心 是 好 那也沒有想 沒有說 所謂的 事故的問題 不會 目前還 暫時沒有這個考慮 好 謝謝 好 那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 呃 陽明海運 市長 我看 你們這個今天所來的 不光是 轉投資事業的部分吧 應該你交通部所屬的很多的單位 你像華航呢 齁 此股的部分都沒有來嗎 今天是好像就是 呃 立法院這邊好像 這是要希望我們這邊 先 就這個 我們轉投資的 就是交通部 所持有的這個 國營事業跟非營業特種 基金的投資 那以後交通部 像華航那個部分 財團法人那個部分 應該 並沒有今天 列為考慮 我要求主席啊 包括主席 我們下次啊 應該把有關 這個持股的 就交通部所屬 持股的 這個 呃 公司啊 財團法人 我想也有必要 做一個 來 列席報告 好不好 拜託 我想請教一下 陽明公司 我們目前 投資的金額是大概 九十 將近九十一億 那 佔了三十五點五一趴 反過來講 你的 整個資本的 大概是兩百五十六億 而 今年的 這個 虧損啊 高達一百五十八億 等於賠掉了六十一點七趴 等於賠掉一 呃 一半以上的資本了 那我不曉得 我們總經理 你接了以後 你 心理上做何感想 因為 就我所知道 你們陽明公司啊 旗下也 轉投資了很多的子公司 像什麼飯店啊 大樓啦 甚至於 呃 呃 一些不當的投資 甚至於包括 在很不景氣的時候 還高價去 購買 這個 這個 沒必要的這個 船隻 甚至於 根本沒有這種的 呃 貨員 那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 總經理您 就這個部分 什麼時候發生的 然後 責任歸誰 您今天當個總 總經理 扮演著一個 整個 呃 公司營運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難道這些東西 沒有去追究 失職人員嗎 呃 快掉61.7% 呃 是的 那個 跟委員啊 這個報告啊 就是 由於這個 去年金融海嘯的影響 那全球的這個供需啊 的失衡 所以 船公司紛紛這個 惡性的這個殺價 那 歐美的這個 航線的這個主要的運價 從那個前年的高檔 跌到去年 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所以 我們的整體的運費收入啊 是少了426億 這個是 我想是主要的這個 這個原因啊 這是 第一點報告 那第二點報告 是有關於這個 呃 就是 虧損的這個 是不是 超過 二分之一啊 那如果 看怎麼算 如果按照那個 就是說 法定的那個資本額 是250幾億啊 那是超過二分之一 但是 根據這個 我們的內部的這個資料啊 我們的 就是說 總共的這個 包括過去的累積英語啊 再加進來的話 我們這個虧損啊 禁止還不到 還不到禁止的 二分之一啊 這個是跟委員做個 補充報告 那第三點 委員所關心的 過去有一些 不當的投資啊 那我們目前慢慢都 砍掉了 都砍掉了 那至於說新船的投資啊 我想 在前幾年 我們 陽明公司 過去十年來啊 只有一年是虧損的 民國九十一年虧損 從九十二年到現在 都是賺錢的 那過去因為 航運是 過去大概七半年都很龍井 所以我們在 龍井的時候啊 跟 同業一樣 跟我們的這個 Alliance的 運會聯盟的這個partner 一起來造船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造船的這個 這個量啊是稍微比較偏多啦 那我們現在也在檢討 是不是有一些的船啊 已經請船廠啊 在延後交船 那有一些的船 我們在檢討 是不是有這個必要 我們再做一些調整 跟委員特別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這樣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您陽明海運 所 投資的子公司的部分 把一些的資料 相關的資料 給 給我們 進一步的了解 到底你投資了哪些公司 那些子公司 到底虧贏 都是 是怎麼個情況 我想這個部分真的 對於我們政府的一個形象 必須要考量的 所以我想這個 呃 總經理您 您身為這個 這個一個重責大任 應該有必要 對社會理解您的一個責任 你看看 你這個 陽明海運 跟中華電信 同樣大概我們持股百分之三十五 但人家的去年 引以高達了四百三十七億 這真的不成比例 我想這個部分齁 是不是 您 還 還有很大的這個 努力的空間 好好加油好不好 我們再加油再努力 好 OK 那麼 呃 再請教一下 我們 台北大眾捷運公司 有沒有過來 沒有齁 有有有有 副總經理 副總 副總 副總啊 那個想請教一下齁 你們這個台北文山道內服的所謂的文府縣 現在經營的情況如何 呃 現在情況比原來改善很多啦 就是原來會發生的那些問題 我們現在經過配合捷運局還有城商大家一起努力 再經過網路優化啦 還有一些相關措施改善 現在 我們的那個營運的狀況 大概已經達到差不多國際的水準了 從原來一開始 大概每發生一件事情 大概平均 要只有二十萬公里 到現在已經到一百零四萬公里 才會發生一件事情 好吧 我想這個 呃 台北 這個捷運啦 也關係到整個大台北地區的 一個一個 生活的一個 主要的大眾運輸 所以這個部分 不光是文府縣的虧損 很多的交通安全等等的問題 要把整整個營運好好的去加油 做好服務的品質安全的設施等等 好不好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